各位尊敬的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 妙云华语现场共修 法师所要讲的主题是 应顺导师 佛学思想 今天就让法师继续的 来跟我们谈 新六事 七事 八事 九事 好了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法师 恭请法师 慈悲为我们开示 尤其大众合掌 恭敬恭请法师 代理大众三称华号 你方便的话 你就合掌 不方便的话 那就用心意念佛陀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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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呢 我们跟大家 安排了这个谈心的 这个课题 谈六事七事八事 其实第九是我们还没谈 那么所以呢 就因为有些部分呢 还没谈到 所以就安排了 今天继续的再谈心 那后来我在回听 上个星期的 这个部分 也发现说 今天再安排这个下集的部分呢 也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上个星期 谈七事的部分呢 只是用了一个slide 就是一个 一段话 来讲第七事 那其实是不足够的 因为第七事太维系了 所以呢 我就把上个星期的讲座里面 如果你自己有重听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已经把上个星期 讲第七事的部分呢 把它拿掉了 因为我想说 这个星期呢 我们好好的在 深入的探讨 这个第七事的部分 因为第七事呢 它很维系 尤其到底怎么样的情况 算是有意图 没有意图 说起来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 在谈这个第七事的部分 好 第七事 它是属于维系的 像第八事一样 这么的维系 那么 在维师学里面呢 就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莫纳士 学维师的人呢 对听到这个莫纳士呢 其实 并不陌生 这个名称上 但是真了解他呢 我想可能有些人呢 还是需要再花一点点的时间 去做 深入的了解 很多人知道名字 可是呢 不一定了解里面的 这个莫纳士 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 那么导师在 变法法新论的 这一个部分呢 就有提到 它是一个很深细的 自我执着 非常深 非常细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 没有察觉 真的是没有察觉的 然后 这种深细的自我执着呢 让自己 直觉 感觉到 直觉到 有自己的存在 那这样子的一个 很深细的自我觉料呢 属于第七史 这个是 在变法法新论讲记里面 简单的介绍 关于莫纳士 那么 这种深细的自我执着呢 它含常 它含有这个维系的烦恼 就是我们常讲的 我们的维系烦恼是什么 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我吃 所以呢 能够生起这种 我见 我爱 我慢 见 大家记得 见就是观念上的 观念上的 一个 我们不亦察觉的 自我的 自我执着的一种观念 除非你很 提高你的 很强的正念正知 然后呢 回看刚才自己的表现 才可能会发现 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深的一个我见 没有用心看 那的话 可能还没有看到 没有去注意到 我爱 就是 表现出来的一种执着 表现出来的一种执着 那么同样的 如果今天 你表现的执着 是有意图的 故意表现出来的执着 那不算是第七四的 第七四是 你没有去用心去 去审查 去发现的时候呢 你根本有时候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 只有你静下心来 提起你的一个 很强的正念正知的时候 反观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哇 原来我刚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 所以你会看到说 有意图生起的执着 和无意图 没有故意生起的执着 可是那个执着在 但是那种无意图生起的执着呢 你没有去注意他的时候呢 真的我们会忽略的他 没有看见到他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慢 慢呢 就是一种自我的 自我的优越感 觉得自己好像比较 可能超越别人 好像自己比较不错 了不起 当然如果你是刻意表现出 你的慢心的话 那不算这个第七世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第七世里面的我慢呢 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傲慢 不管是我优越感 还是自卑生起的悲慢 如果不是故意生起的 但是后来你自己静下心来 这时候反观自己的时候 怎么我 我好像表现出 你没有刻意要这样子做 可是你发现说 我为什么表现出 好像我比较厉害 我比较懂 我比较了解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深细的我慢 在第七世里面出现的 所以 首先大家第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 我见我爱我慢 都可能是有意图而升起的 自我的观念 自我的执着 还有自我的傲慢 有意图而升起 那就不算是第七世里面的 第七世这边要谈的 我有我的坚持的观念 我有我的坚持的执着 然后我有我这个自我优越感 或者是自卑 但是没有意图的 他就这样子 就在那边自然升起的 自己也没有去察觉到 除非到 你用心去审查自己的时候 才发现 我有这个我见 我有这个我爱 我有这个我慢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就会分得出 哪些是前六世刻意升起的 我见我爱我慢 哪些是第七世自然升起的 你无意图自然升起的 我见我爱我慢 然后这个我见我爱我慢呢 都跟我吃 就是无名 很深的一种无名 有关系 因为有这个很深的无名 所以我们升起了 我见我爱我慢 那这一种 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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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系的烦恼 因为他无意图啊 他不是 不是我故意 这样升起的 所以呢 在 维师学派里面呢 他给他一个 名称就是什么呢 他是无计的 不计别 他是三十二 如果今天你 故意 有意图的升起 我见我爱我慢的话 那是会计别 三二 但是自然这样子 升起的 你升起的 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 故意要去表现自己 或者没有 故意要去伤害别人 可是这样子 自然升起的 他是属于无计的 但虽然他是无计 可是因为是我见 我爱我慢 和跟我吃有关系 他还是烦恼 他还是属于烦恼 所以呢 虽然他不计别三恶 可是他有烦恼 他还是烦恼来的 所以就给他一个 有负 负在这边就是什么 他能够障碍你的善根 烦恼通常会障碍你的 善根的增长 所以呢 对于第七世呢 维持学派呢 就称他为 有负 但不计别善恶 因为他是无意图的 如果今天 你升起的烦恼 是故意升起的 你看到 你听到 然后呢 你的意识里面 想说 我就是要这样子表现的 这种前六世合起来 故意升起的烦恼呢 那这个叫做 有负有 有负有记 会障碍你的善根 因为他是烦恼 有负 OK 而且会纪别 会算你的账 会纪别善恶 所以前六世 你看到 你听到了 在配合你的意识 故意升起的 种种不好的业 这是有负有记 第七世 他是有负无记 那顺着有负有记 有负无记呢 我们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无负无记 那么无负无记 就是说没有烦恼的 他不 他不是烦恼来的 他只是在那边 存在在那边 然后也不计别善恶的 那这个呢 指的就是第八世 OK 所以如果从这三个名词 来看的话 前面红色 有负有记的部分呢 是属于前六世的 第七世 就是这边 我们今天所特别谈的 这个 第七世 第七世是属于有负 无记的 第八世 我们上个星期 谈的第八世 它是一个仓库 它负责储存你的种子 然后呢 当你 就是六世 前六世不起作用的时候 它负责延续你的生命 它这一种负责延续生命 负责储存 它本身呢 不是烦恼来的 所以无负 也因为没有主动 做一些什么 伤害别人啊 或者是 做善做恶 它没有特别去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它也是无记 所以无负无记 以后你看到无负无记呢 它指的就是第八世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这个第七世的 我见我爱我慢 我吃啊 如果用现代的词来讲 有时候我会这样子来讲 它是无意图的 可以说是无意图生起的偏见 比如说我见的部分 无意图生起的行为举止 或者是所谓的我爱 无意图生起的爱着 就像我上个星期讲的 那么这个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呢 这么多的品牌 你就偏偏一定要选那一个品牌 所以你看啊 这个无意图啊 无意图的第七世的情况啊 它可能是这样子的 它可能是过去 你是有意图的 比如说我选这个洗发水 是过去我从小听到这个广告 听多了 或者是牙膏也好 听多了这个品牌 或者是这个打这个广告的人 是你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 你从小可能受了影响 所以从小呢 是有意图在买那一个品牌的 那个什么 那个洗发水也好 牙膏也好 开始是有意图的 但是随着时间久了 它已经变成你的习惯性的时候呢 以后你只要想到要买洗发水啊 要买那个什么牙膏啊 或者是任何什么东西呢 你就变成是 好像那个自动驾驶 这样子 自动飞行模式 变成无意图去表现 这样个理解 那么优越感也是一样 我慢就是一种 你的这种自我优越感 可能 可能从小 你过去在从小就一直被灌输 我们是这种肤色的人 我们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们家里的这个祖先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 做过什么样的官啊 或者是做过什么样的职位啊 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啊 从小你是有意的被影响 然后你自己也觉得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有比较有身份的人 我的肤色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当你一直开始的时候 有这样子有意图 有意识的 得到这些讯息 久而久之 就变成你的习惯 当你表现出你的优越感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可能他已经变成是 无意图了 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出来了 如果今天 你透过一些修行 或者是透过一些心理辅导 让你去发现 开始发现到自己 因为修行能够认识自己 做一些好的心理辅导的话 你也可能会借着机会认识到自己 当你透过修行 或者是一些辅导 认识到自己的时候 原来我有这样子 无意图而生起的偏见 我原来有这样子 无意图而生起的行为举止 原来我有这样子 无意图而生起的优越感 过去累积下来 变成这种无意图 很自然的表现出来的 当你透过修行 透过可能一些辅导 认识到自己这样子的时候 你还在继续 允许你自己这样子表现 那他就会从无意图 又变成是有意图了 又变成是刻意了 当他一旦变成是刻意 你认识到自己 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有这样的偏见 我有这样的行为举止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自我优越感 甚至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卑 否定自己 你注意到自己 有这样的状况过后 你还任由 继续的任由自己 这样子去 在生活待人处事当中的话 那他就会从 这种无意识的 无意图的 又变成是有负有机了 他又变成是有意图了 所以要很注意这个部分 你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他 他自然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说他是 无意图的 OK 如果你知道过后 你还任由他这个样子的话 他又变成有意图了 那这种无意图的 偏见也好 行为举止也好 优越感也好 有时候呢 你不要讲说 他是不纪别三恶 他就自然这样升起 如果一个人 有这样子的 无意图偏见 无意图的行为举止 或者是无意图的优越感 如果病态的加剧 你们知道什么叫 病态的加剧吗 就是让他变成 变本加厉 越来越严重 如果你想看 一个人的偏见 已经注意到 有这个偏见了 然后呢 没有去调整他 然后还是任由这个偏见 或者是有人提醒你了 人家注意到 你自己可能因为无意图 太伪戏了 你没有看到 可是后来 你身边一些 善知识也好 善友也好 或者是 其他身边的人提醒你 你有这样的偏见 当有人提醒你的时候 他已经浮出 从那个冰山 水底下的冰浮现出来了 你注意到他了 可是你还不去修正他 不去改变他 你还任由他 病态的加剧 变本加厉 不管是偏见上 变本加厉 这个不好的行为 举止变本加厉 或者是这种优越感 你过去不知道 可是后来人家提醒你了 你常常有这样的 自我优越感 你已经知道了 可是你又不去改他 不去调整他 让他变本加厉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这种病态的加剧 可能会形成 从无意图变成有意图 而形成种种的 自他伤害 他会形成种种的 自他伤害 比如说偏见 继续让你的偏见 越来越强烈的话 会可能会 也有可能你会变成 有一种很强烈的 种族启示 就变成这个叫做 病态的加剧 病态的发展 行为举止上 我爱我一定要这样子 我一定要这样子 我一定要这样子做 我一定要 这样子表现 久而久之 你就会变成什么呢 可能变成强迫症 东西一定要摆这样子 然后呢 切菜一定要切 这么一个长短 久而久之 你会变成一种病态的 就变成一种问题 给自己带来烦恼 也给身边的人带来烦恼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你优越感 自我优越感 人家提醒你了 你还不去做调整 你还是这样子 任由自己的 这个自我优越感呢 你可能会变成 形成病态的加剧 可能会变成 自恋型的人格计划 这个就变成呢 会伤害自己 或者是伤害别人 所以呢 认识这个 深系的自我执着呢 真的 对我们其实 虽然他不容易被察觉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他真的会 他的问题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虽然他有负无忌 不纪别三乐 但是你一旦注意到他了 你还自欺欺人的 觉得 哎呀 这个是第七世 维系烦恼了 没关系的 也就是等于说 你在任由这个习气 一直在增长的话 病态的加剧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烦恼了 所以要很注意 这个维系的烦恼 到底怎么样的维系呢 我们在引用这个 我之宗教观的一段文 来了解 维系意义当中的维系烦恼 虽然是无迹性 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了 虽然他不纪别善恶 他非常维系 就是刚才的 我见我爱我慢我吃 但是呢 因为他是烦恼 烦恼呢 就会给我们呢 带来什么呢 热恼 就是会觉得不舒服 不自在感 就会有一定会 多少会生起这种 不自在感的 心很粗的时候 心很粗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讲心很粗的时候啊 心很粗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心 一直用六四 前六四在向外攀缘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种内在很深细的那种烦恼 因为你只是被那些外在很粗的境界在影响着我们 OK 前六四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你没有注意到 但 有时候呢 有一些状况呢 能够让你突然间会感觉到 比如说你外面 本来用前六四去追逐外境嘛 六境嘛 什么都给你追到了 什么都给你有了 你好像觉得 哇 我什么都 我要的东西全部都能够如我所愿的 可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你不是缺什么东西啊 可是你心里面还是会发 发作起那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以前在追这个追那个的时候呢 因为追嘛 没有注意到内心的这种不安嘛 但是什么都给你有了 要钱财 钱财有了 要身份地位 身份地位有了 要名分名分有了 什么都有了 可是当什么都有了 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心里面的不安 就出现了 这种心里面的莫名其妙的不安生气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维系烦恼 维系烦恼呢 才作怪了 这些维系烦恼呢 也会引起我们的情绪上的不佳 当然也会勾起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啊什么 所以它是有负的 有烦恼的 刚才讲了 它会障碍我们的 有负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 会有这种 威仪不安 老师用这个词啊 非常的 巧妙 威指的就是在危险的时候 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的时候呢 你看 那个时候呢 你的那种第七世的维系的 那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就跑出来了 就我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 你住的环境很舒服吗 然后你一个人 有这个很舒服的这个环境 然后有一天 当你这个 因为那个环境你住的嘛 你很熟悉的 一样如常的 你把这个灯给关了 什么这样子 准备上床好好的睡觉了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好像有一个身影在外面 或者是有一个声音在外面 哎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感觉到威胁啊 威胁那种感觉 就自然升起了 怀疑就自然升起了 不安就自然升起了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会有对不对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好啊 然后该看到该听到的都可以啊 可是 即使看到 听到摸到 可是心里面还是不安不透 外面到底是谁 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 第七世的威胁烦恼呢 发作了 好 所以这种威胁不安 在我们的人心当中啊 我们的心很粗的时候 你看不到它 但是心静下来的时候 静下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来 让你看到了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的 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呢 你也会开始注意到它 然后呢 你就不会 当你注意到它的时候 一个我们说很认真的修行者呢 他就会去 不会再去任由它 反而要去认识它 不让它去继续的作怪 所以这种维系的烦恼呢 生来如此 这个所谓的生德是这样子 它可能是过去世代来 它也可能是你在这一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从有意图 就刚才我们讲了 从你认识到 到后来 升职到你的内心里面 你以为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它不小心已经深藏在你的 我们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的 那个冰山 它本来是在外在的 让你看到 让你感受到的 然后呢 比如说 你曾经遇过一场很危险的一个境界 它本来是外在的 然后后来呢 这个危险的处境呢 那种 威夷不安 那种不安感 存到你的内心里面 你一直以来觉得说 你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是 它只是存起来 存在第八世 趁 有些因缘具足的时候呢 它会 随着第七世的这种维系烦恼呢 让它忽然间浮现出来 所以这边的所谓的生德呢 可能是过去世代来 也可能是你 今生今世的一些经验里面呢 留下来的 然后再配合这个 我见我爱我慢我吃呢 让它呢 忽然间浮现出来 所以七世虽然它 它好像 虽然我们常讲说 它是一个有父无忌 然后呢 大家好像也忽略它 其实它真正 发作起来 或者是起作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 真的也需要我们去注意到它的 所以我在这个星期 不是请大家 做这个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分享吧 对不对 用你真实的例子 我收到很多人的分享 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恩大家 用自己真实的例子 然后不记名 所以大家还放心的讲 所以其中有一个同学 就提到说 独自一人处在异族的人群当中的时候 那人家没有对他怎么样呢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一个人在这个异族的人群当中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缺乏安全感 所以这种缺乏安全感 你就知道说 我们比如说我爱 我见我爱 我们其实呢 也有一种自我保护 很强的自我保护的情形 会出现的 就是你的生命出现 这个什么 产生这个危险的时候呢 你会很自然的 会想到保护自己 这种想要保护自己的 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维系烦恼 在自然的发起它的作用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 你在一个地方散步 突然间 看到一条蛇 你还不知道它是毒蛇 还是普通的蛇 你 一般人 除非你是很喜欢蛇的人 如果一般人的话 你看那种自我保护的心 就自然出现了 对不对 有些人甚至会 直接会把那个蛇 想办法弄死它 OK 所以这种 想要保护自己的生命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也是透过这一个 我见我爱 我爱在这边呢 是比较爱自己 爱保护自己 跟这边的 处在异足当中的时候呢 感觉到缺乏安全感 其实你在想要保护自己里 你在爱自己 这种是一种 我爱的一种表现来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 这种心情啊 我一直都在努力 努力的拜佛也好 努力的这个什么的 修行也好 然后 这么努力过后 你就觉得 哎呀我的罪业 怎么还是消不完的 我不晓得多少人 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怎么我都一直在努力啊 我有在努力啊 你说拜 你叫我去拜仗 我也去拜仗啊 你叫我去禅修 我也去禅修啊 你叫我去修福 我也去修福啊 那怎么我的业障 还是这么的重 怎么我的罪业 还是消不完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跟第七世 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 虽然我们有在行善 你看拜仗啊 这个什么禅修啊 然后呢 布施供养啊 我们都有在做 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往往呢 没办法做到纯善 没办法做到纯善 你今天在行 做一个善事的时候 你是用前六世起 出现烦恼的话 那不用讲了 这个根本就是造恶业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明明知道说 那个地方是禅修的地方 明明知道说 那个地方是念佛的地方 明明知道说 那个是一个佛教道场 你还任由你的前六世 在那边讲是非 在那边破合合身 或者是这个什么呢 制造问题 唯恐天下不乱 那这种出现的烦恼 我们讲说 表面上你是刑犯 你表面上是修行 可是因为是前六世产生 大家众所周知 你这个人真的是糟糕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没有善用这个道场 去好好的修这个善行 反而在那边呢 任由你的前六世 任由你的出现烦恼呢 在那边做种种的 知道种种的问题 这种你说你的罪业消不完 那个是很正常 现在我们讲说 OK 很多人 很多学佛人呢 他不会再任由自己的出现 出和显 这个什么呢 显着的烦恼呢 生气 因为他在修学过程当中 他会尽量的去 守好自己的这个什么呢 眼跟耳跟 鼻跟舌跟什么 全部都六根 都射受的很好 所以出现烦恼 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 那这样子去修行 这样子去护持三道 这样子去行善 可是为什么 我们的罪业还是消不完 因为我们内在呢 还有这个第七世的细烦恼的存在 所以呢 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 就即便是善心献起的话 这个细烦恼一样存在 一样会影响我们的善心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啊 我们想说OK 我们常灌输大家 如果今天你去共生 你去共生 你要记得 所有的身重 都是你应该护持的对象 都要平等心去护持 可是你相信吗 很多人在护持身重的时候呢 很多身重摆在他前面 他护持身重的时候呢 我们的维系烦恼啊 我们的维系 你不是刻意的 我们现在不讲刻意 如果刻意的话 那是照比较出现的烦恼 维系的烦恼就是怎么样呢 他会 他会很自然的 你会在这个众多的师父里面呢 这个你比较特别会照顾他 这个你特别会想说 跟他讲一些话 你看你会自然会有这种什么呢 不平等的现象的心出来 我这样子讲 你自己去注意自己 我们学习佛法要记得 我们借着机会 我不是说谁谁谁不好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了真相 我们读这些佛法 倒是这样子写 我们学到了这些真相的时候呢 你借着机会呢 借着真相来认识自己 同样的 你如果今天 你今天听了这堂课过后 有一天你去参加共生的时候 你看到你身边的朋友 对某个师父比较好 对某个师父比较一般 他自己可能不是刻意要生起 这个出现的烦恼 如果刻意的话 不在我们这边所谈 他只是随着他的第七世 里面的维系烦恼的作怪 因为这个师父长得比较好看 所以他就比较喜欢跟这个师父在一起 那些师父可能看起来好像比较脏了一点点 或者比较长得比较没有这么庄严一点点 然后他就比较要疏远的这些师父 他不是刻意要这样做 他自然 人自然的 人都有一种自然追求真上美的 所以很自然这样生气 那你看到你朋友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记得记得 不要去那边抓着他 然后跟他讲 你看你这个就是你的莫拉斯在起烦恼 那天道义法师这样跟我们讲 这个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这样你会跟人家结恶缘 我们学佛法永远要记得 是哪来看自己的 这样明白吗 如果今天你听懂的这个佛法过后 然后你去做共生 你去做什么善事都好 你在修这个善的时候 去注意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种纯善 去认识一下 今天导师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 去验证 从自己的生命里面去认识 去验证一下 自己会不会起这种不平等的心 会不会随着自己的我见我爱我慢 在那边作祟 让我们的善行没办法圆满 我跟你讲认识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 所以人类的善心善行 有时候被称为有漏杂染的 就是因为这些违系的烦恼在作怪 因为他没办法做到纯净的完善 就因为没办法做到纯净的完善 所以我们睡也怎么消都消不完 然后我们造恶的时候 我们做恶的时候 我们是做纯恶的 我们生气起来的时候 是纯恶的100%的撑 100%的贪 造恶的时候就欠下一大笔债 造善的时候又做不到纯善 做不到纯善 夹杂的维系烦恼 有不平等心在那边 你说想想看 你做善的时候 只是用了20%的善心去做 举例子来讲 造恶的时候是纯恶 我们的罪业怎么能够消干净呢 除非我们开始懂了这些佛法过后 我们开始去注意自己 然后尽量这种不平等的心 也要慢慢的安抚它 降伏它 调整它 那么我们就会提升 我们的善心的素质 从20%可能提升到60% 甚至80%等等 如果你能够做到纯善 完全的纯净的话 那更好 所以第七世的维系烦恼 也刚好让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罪业一直消不完 因为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 有时候都不是纯净的完善的 不是纯净完善的一个善心 非常有趣 好了 现在呢 因为我那天讲 大家不是给我一些例子 真实的生活例子 哪些情况是属于无意图的 那么大家很多人都参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了 那么我现在选了八个 选了八个 让你来看一看 让你来认为大家举的这些生活例子 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那么放心 因为都是不记名 我根本不知道谁提出的 我们就当着自己 当着自己如果生起这种状况的话 你觉得你的话 你觉得这个情况是属于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同样也让这些提出的朋友们 能够自己知道说他所提出的 他所提出的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无意图是随着第七世的烦恼而升级的 那因为有八个问题 所以呢 我给大家两分钟好不好 两分钟你一一地回答 两分钟你一一地回答 第一题就是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拿起手机打开Facebook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因为因缘不具足 还会吃肉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然后第三呢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偶然参与及听同事们讲他人的是非 你觉得这个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第一四 善意的谎言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第五 手机传来简 传来一个讯息 你觉得内容有趣 或者内容有用 你觉得了 内容有用 分享给其他人 但后来知道 原来这个讯息是错误的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第五 这些都很生活的例子 看到厕所里有蜈蚣 用水冲掉他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不小心踩死蚂蚁 或者是弄死昆虫或动物 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不经意的抖腿 抖腿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常讲的摇脚 抖腿 或者是翘脚 不经意的翘脚 你觉得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 我看到有人在回答了 所以用一点自己的时间 当然这些都虽然是别人的例子 别人的情况 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你认为你是有意图做这件事情 还是无意图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无意图的话 那跟第七世有关系 如果有意图的话 它一定是跟前六世有关系的 所以你们的回答呢 有时候没有对错 也等于是在反省自己 也是在认清自己 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我刚才在谈这个 第七世 说虽然不纪别善恶 虽然不纪别善恶 可是当你在行善的时候呢 它会影响你 做不到纯善 这个跟它有没有纪别善恶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的第七世 第七世的我见我爱我慢我吃呢 它当你在行善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们 它会影响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带着这种 第七世去做什么善行 还是什么 不是 是我们在做一件善行的时候 我们的维系烦恼 会影响我们所做的善行呢 达不到纯善 达不到纯善 好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 当你们看他的 你们的回答的成果 都看得到吗 应该大家都看得到吧 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拿起手机打开Facebook 比较像是有意图的 比较像是有意图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影响你的生活 你觉得不好的话 你就慢慢的改一改 慢慢的改一改 佛法 我觉得学习佛法呢 你不用把自己逼得死死的 逼得硬邦邦的 你觉得当你发现说 这个情况不是很好 你可以改善自己 可以改善自己的话 你就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早上起来 你想说 我今天上了这一堂课 过后发现说 哇大家都觉得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去拿手机 其实是比较偏向有意图的 然后你检查你自己 你也发现说 真的是比较 我是就是会故意 就是这样子去做的 那么当你 当你觉得自己 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想说 OK 佛法 学习佛法是很个人的嘛 你可以做一个调整 就是给自己一个期许 说OK 我第一 我一醒来的时候 能不能先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发现自己还有呼吸 做一个八次的呼吸了 过后 你才起来 看你的手机还是什么 That's OK 就是都可以的 就是稍微改善一下自己 同样的 如果你觉得说 我这样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打开我的Facebook 是一个无意图 你认为是一个无意图 然后你问你自己 这样好不好 如果不是很好 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更为改善的话 那稍微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说没有对错 OK 因缘不具足 还会吃肉 这个很自然的 都是比较属于有意图的 你已经很清楚 知道我的姻缘 我的姻缘就是不记住 我才会去选择吃肉 当然吃肉 在佛教里面 也不是说你吃肉了 你就很不清净 还是什么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只是 你的姻缘适合 吃素就吃素 你的身体状况适合吃素 你就吃素 最重要就是 以身体的健康为主 然后尽量不要直接的杀身 这样子就好了 以护身为主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 偶然的参与 听及同事们讲他人的是非 这两个情况都可能 所以一半一半 你看大家的回答也是一样 有一半的人觉得是有意图的 有一半人的觉得是无意图的 我觉得比较反映你们自己 所以你在回答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在讲你自己 我是有故意在等 有没有人在讲是非 我要听一下 那有些人真的是 无意这样子就参与下去了 他的工作环境常常就这个样子 让他本来有意图 到后来很自然的融入 他生命里面变成无意图 也有可能 那今天你学了这堂课 那么开始注意一下自己 如果你发现说 我好像有意或无意 又去听人家是非了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我要想办法避开 你就避开 就这样子 善意的谎言 对很显然 这个是有意图的 因为你已经计划好了 在你的脑海中计划好 要怎么去讲这个谎言 所以善意的谎言 不可能是无意图的 它是有意图的 手机传来讯息过后 就直接发给朋友 发给其他人 对开始可能是有意图了 后来呢 你已经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 那么所以很多人讲说 它是无意图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转发内容 转发这个内容 不管是内容有趣 内容有用 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不要 尽量不要群发 我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 最好就是 你自己先 确定这个内容 真的 是不是真的 有这个作用 好 如果说真的 有这个作用 真的是好 那你可以 个别发给你的朋友 不要 很不负责任的群发 然后 在厕所里面 看到蜈蚣 用水冲掉 有可能是有意图 有可能是无意图了 也有自然反应的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然后自然就这样子去做 也可能是无意图 那这边 大家回答 比较多是有意图 所以没有 对没有错 OK 不小心 踩死蚂蚁 或者是不小心 弄死昆虫动物 对 比较偏向 大家都是在讲 这个是无意图的 因为 如果有意图 然后还去踩死蚂蚁的话 那就 很刻意的 把它弄死了 所以不可能 这个 不算是不小心 OK 走腿 或者是翘脚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是无意图的 真的是无意图的 但是如果你 你开始注意到了 你还是在那边懂 你没有停下来 或者是 还是故意去做 那么这个就是 很明显 这个是有意图 但是不经意的话 不经意的话 一般上是无意图 我想这样子 用这些例子过后 我想大家会对 这个无意图 会更加的认识到 自己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认识到 气势 这个部分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也谢谢同学们 提供的这些生活例子 让大家可以 有一个比较真实的情况 来做学习 OK 现在就讲说 我们可能开始 做一些动作 或者说一些话 是无意的 随着第七世的 维系烦恼 而出现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 注意到他了 我们开始注意到他了 我们知道说 他会影响我们的 纯净的善 他会影响 所以呢 对一个修行人 学佛人来讲 我们就要有责任 既然我已经注意到他了 虽然他是无意升起的 不经意升起的 既然我已经注意到他了 我就要去改善他 就像你觉得 这个摇角 开始可能是不经意的 可是当你没有注意到他 我们没有话讲 当你注意到他 这样子很没有位移 可能会影响别人 影响身边的人 当你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 你就要去改善他 就是比如说你停止他 或者多留意这个部分 同样的 无意图升起的一些生活习惯 无意图而升起的生活习惯 当你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 你发现说 他会影响你的心地的纯净的话 那么你就要改变他 你就要改善他 如果他没有影响 那就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发现 他会影响的话 这边就叫我们怎么改善 比如说谁犯谁忏 谁觉谁忏 就是犯了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 行为习惯 那你就改过 忏就是指 忏悔改过这样子 所以善恶一定有抱 无可躲避 无可掩饰 什么都可欺 还能欺自己吗 所以那些无意识 这边特别指 无意识的错误呢 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如果你注意到他的话 让他尽量不要去影响 自己的心地上的纯净 如果他是有意图而生起的 前六四这样子 有故意这样生起的 那更要忏悔了 那更不用说了 那为什么我们在佛教里面 要讲到这个忏悔的法门呢 佛弟子的指恶的诚意 导师在这边讲 指恶的诚意 为什么我们要去忏悔 因为我们不是怕别人知道我们犯错 而是自己知道说 如果我一直有这样子的 一个不好的习惯 在自己的身上的话 有一天我会感到忧悔 所以怕自己未来感到忧悔 而不敢复长 不敢隐瞒 这个是指恶 制止这个恶行的诚意 也算是一种很强的动力 所以戒法 忏悔也好 戒法也好 不是别人逼你去受戒 不是别人要你去忏悔的 如果今天你自己清清楚楚 知道说我未来不要生起这种忧悔 我要让自己的心地完全的纯净 而去做的忏悔呢 这种指恶忏悔的力量的动力 是最有诚意的 是最好的 如果是别人叫你 你要去忏悔 你要去盗窃 这个别人叫你去做 其实那个力量不大 因为不是你自己反省而主动的去做的 所以这样的随犯随忏 实时保持清静 精进行善 心地 你看我们的心地自然就会慢慢的纯净起来 所以修行要让自己越来越纯净 这个心地越来越纯净的话 忏悔 发现自己的问题 绝嘛 发现自己的问题 然后呢 忏悔 这个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必修的功课 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 我稍微做一些些的整理 就是从过去 不一定是过去式 过去或者是过去式 你可能是有意图 有意图 生起的身口意行为 三叶 久了 他可能久久变成习惯 或者是染成习气 所以第七四 也算是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习气 它会变成无意图 它会变成无意图的 存在在你的内心当中 所以有时候你起了一些三叶 真的 你是 没有刻意要造这个 这个身口意液的 只是它是你的习气 你的习惯性这样子生起的 然后我们学佛呢 要开始注意到它 要觉察到它 为什么呢 虽然它无意图 它不纪别善恶 可是它一样会影响 我们心地的存净 就因为怕它有这样子的 不好的影响力 所以呢 如果你发现 它会降低你的生命品质的话 你一定要寻求方法的改善它 调整它 如果你已经注意到它了 又不寻求改善的话 你注意到它了 让它自然生起 你已经有这个习惯 有这种习气了 你注意到它了 你还不去改变它的话 它会变本加厉 就会变成病态 形成病态的时候呢 你的无意图的三叶 就会造成无意图的过失 种种的过失就会出来 所谓的过失就会伤害自己 或者是伤害别人 然后这个过失一直不改 病态的发展的话 也可能最后呢 会严重的危害到自己的生命 或者危害到别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认识 这个第七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 有一个课题呢 大家也可以借着机会 从第七世里面 这种习气里面 烦恼的习气里面 去认识到的就是 你看 我们都听过阿罗汉圣者嘛 对不对 世尊 我们的佛陀 也是阿罗汉 成就世果的圣者 圣文圣者 他们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 圣文圣者 他们不会称自己为佛呢 你就知道说 佛跟阿罗汉 原来 他有这个 哪个方面的差别呢 在烦恼习气上的差别 所以这段话呢 就刚好解答了这个问题 从解脱的角度来讲 圣文圣者 跟世尊 平等平等 大家都达到烦恼的解脱 解脱了烦恼 也解脱了生死 凡是能再招感生死的烦恼 都已经 佛也好 圣文圣者都好 都已经平等得到解脱了 但是 为什么阿罗汉圣者 他不称自己为佛 因为 如果他们跟佛比起来的话 他们知道自己 还有烦恼习气 这边就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舍利佛有时候还会 有称习 称的习气 碧灵且不错呢 就有慢习 他以前是有钱人嘛 所以呢 凡事 他就有那种 强烈的自我优越感 所以只要是 他身边的人 他都会有贬低 称呼也是会把人家贬低的 即便有一天 他已经成为了阿罗汉 成就了圣道过后呢 有一次他要 这个 过河的时候呢 在叫那个船夫的时候呢 也好像 就是那种自我优越感 自然就表现出来的 就把那个船夫呢 就好像当着下人来使唤 很自然的表现出来的 OK 如果今天 碧灵却博说 他在叫那个船夫 是刻意 刻意 有意图的升起 瞧不起这个船夫的呢 那他不可能是胜者了 那个是故意这样子做的 是故意造业的 就不是第七世所讲的 这个碧灵却博说 他在叫这个船夫的时候 有贬低他的 轻视他的意味呢 不是刻意的 而是自然从他的第七世里面呢 展现出来的漫习 所以这边我引这一段文呢 是要给大家看到说 为什么阿罗汉圣者 同样是被称为阿罗汉 跟佛一样被称为阿罗汉 可是他们不会被称为佛 是因为有这个习气 然后这个习气 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 这个第七世 这些习气 极久而成的习性 他会无意间表露在 身口意上 然后 他呢跟生死无关 不会再让他遭感生死 因为他不是刻意去做的 但是如果从 除掉习气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还没有究竟清净 这个习气还没有究竟清净 所以呢 大家不会把他当成 把他们当成是佛 所以这个是 让大家也认识到说 我们学第七世 到底跟平常我们接触的 这些佛法呢 怎么样连接在一起 你会看到这些内容 好 所以 反观自行 修行 反观自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学习佛法要记得 你有时候呢 忘记了 你原来的这个目的 学佛法的目的 学佛法目的 其实就是要 放下你的执着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呢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拜参 念佛 或者是禁修 禅修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大家 参与这些修行活动的时候呢 又会随着自己 无意图的 这种习气呢 去追求 追求种种的功德 所以很多人呢 进去 念佛堂 进去禅堂 念佛的 就一边念一边 想说我什么时候 可以见佛 你看 你就在增长 你的我爱 OK 然后呢 这个 进禅堂的 进禅堂 你就好好的 去用功就好了 可是很多人呢 就想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 正得出禅 二禅 我什么时候 可以见我的禅相 也一样 你看你不是在修行 你只是在修我爱 有些人呢 学了佛法 有些参与一些修行呢 就把自己所学习的 这些内容呢 又要跟人家拿来比高下 当你拿去跟人家比 跟人家吵 跟人家争论的时候 你们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了 学佛法 不是要用来跟别人比 千万不要拿去比别人 衡量别人 或者要表现自己 为什么呢 如果你学了佛法 你懂了很多 关于佛法的东西 你参与了很多的 修行的这些 这个共修也好 然后呢 你拿去跟人家比高下 你其实是在增长我慢 你在有意无意的 在发展自己的我慢 然后呢 又加强自己的我见 那请问你这样子 拼命一生都在做种种 这个禅修啊 念佛的听课啊 什么这样子 你不是往放下执着的 这个方向去 反而呢 是还在不断的 有意无意的增长 自己的这些烦恼 我见我爱我慢 那这个就修行 就不叫做修行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很注意的 所以在维西医当中呢 他很极 很极维系 他非常的维系 不容易明察 但是如果 这边虽然讲是佛教的圣者 他们深修定会过后呢 反观自行都会体会出来 那我这边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你不一定要等到圣者的阶段 你才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今天好好的用功 每一次用功完过后呢 反照一下自己 看一看自己刚才的牲口意液 看一看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的牲口意液 有时候停下来反观一下自己 你不用等到成为圣者的时候才看得到 你就会发现说 我有没有在增长我的我见 我爱 我慢 我有没有在增长这些不好的习气 如果没有 没有的话 那你真的是 一边学 是一边在慢慢的 放下 放下你的执着 所以修行 不要只是修表面的 记得不要就是修表面的 不要一直往外追求 应该要慢慢的往内心里面去观察 反观自新的部分 好了 那讲到新呢 这边呢就快讲完了 现在要给大家再来一个测试了 同样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的 我只要知道 你们自己本身对新的主张 你觉得这个新是染污的 本来染污的 还是本来清净的 还是不染不尽的 你一定要清楚这个主张 为什么 你了解 你自己的主张 你了解自己的主张 你了解自己主张的话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你的修行 让你的心越来越进化 所以等一下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投选答案的时候 不是你的脑筋里面记得 不是想说到底哪一个是师父要的答案 不要这样子想 应该要想说 我自己本身认为 一直以来我觉得心是染污的 还是心是清净的 还是心是不染不尽的 因为这个你的主张 待会我会告诉你 三个不同的修行的操作模式 来针对你的主张 所以没有对错的 好 来给大家准备一下 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好 一分钟让你回到你自己本位上去表达 你认为心是清净的 心是染污的 还是心是不染不尽的 没有对错的 这是个人的 很个人的主张 然后这不同不同的主张 佛陀都有不同的教法 来帮我们 把这个心照顾好 所以每一个主张都是OK的 每一个主张 佛陀都给我们很好的一碟的药 去操作 还有15秒 到底心是清净的 我觉得心是染污的 我觉得心是清净的 还是我觉得心是不染不尽的 主张自己的那一对心的主张 越清楚 待会你就知道说 你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把你修行的 用功的去调整你的心 123个人参与这个课程 只有82个人回答 其他30-40个人是怎么样 你们是没有心吗 还是怎么样 开玩笑 不要生气 大概有 我再给大家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 我们这群同学里面 这一个班的同学里面 有10%的人认为心是软悟的 有49%的人认为心是本来清净的 然后有41%的人认为是不软不净的 都对 我刚才讲了 佛陀呢 他就每一个教法 每一个修行方法都给我们呢 提供一个很好的修学的模式 来对峙我们的心 现在听好 如果你是认为心是软悟的 不管你是在念佛 你是在禅修 在受戒 持戒 还是做一些世间的善事 你要记得 你的修学的关键词 就是在转 OK 你要把这个软悟心呢 转软 成净 转迷 成悟 你的修行 不管你参与什么修行方法 大家的修行都一样的 就念佛 大家都一样是念佛的 但是你主张 你认为心是软悟的 你每一次去参加一次念佛的活动 就是为了要转染成净 转 就是你的 你的关键词来的 转 转迷成悟 转世成智 转染成净 心如果是软悟的话 那如果你是认为心是清净的 因为你知道是 你认为 你认为说我内心是清净的 只是呢 被这个沉沉的尘埃 蒙蔽了自己 变成很脏 我里面的心 像明镜一样的心呢 显现不出它的光亮出来 OK 所以你的修行关键词就是插 你要插亮你的心 OK 你去念佛也好 每一次去参加念佛活动 就是在插亮一次自己的心 你去禅修也好 也是在插亮你的心 今天你听课 也是在插亮你这个 本来清净的心 所以插 就是你的 努力插 插亮自己的心 不染不净 那个心不能讲它 软乌乌 不能讲它清净 那么 你的修行关键词就是 关 也可以说是破 有时候是关 有时候是破 就是所有生起的 贪心也好 称心也好 所有的境界 因为心本来不染不净的 对你来讲 那你就是把 不管是 所起的心也好 外在的净也好 你都要 关三轮体空 就是要把他 所有的心 净 全部要把他破掉 关破 所以 我说这三个主张 都是对的 因为众生 你看到 众生 大家各自的主张 不一样 没有说谁比较殊胜 谁比较差的 没有的 就是大家的主张 不一样 佛陀也很慈悲 把他的教法 就是针对我们的主张 开展出来 只是后来的人 学学学了 就拿佛法来争吵 拿佛法来比较 那就是没有必要 有些人就要觉得说 心本来清净比较厉害 心本来染不得比较厉害 其实没有的比较 的是每个人各自的主张 不一样而已 所以在过去的印度 在佛教在 佛教在印度发展的时候 进入大乘时期的时候 就有这三大戏就出来了 主张转的 转软沉静 转迷沉悟 转世沉静的呢 这个是虚妄为师系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为师学派 那主张这个什么 心是清净的吗 就是要擦亮本心 因为他心内心 本来是清净的嘛 这个就形成一派 叫做正常为心 就是如来藏思想的 因为他们深信呢 心里面有一个如来藏心 如来的这个清净庄严的 本来清净的心 在他的内心里面 只要擦亮这些成构呢 这个真心呢 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那么 那么这个 另外一派 用观破的方式呢 就是星空为明系 那应顺导师呢 他应顺导师或者是他的弟子 都针对这三大戏呢 写了很多的这些 经论上的一些注脚 这个未来 你主张什么的 未来呢 你要加强你的学习的时候呢 以下呢 是供你参考 比如说你主张转的 本性本来是软物的 你未来 当你的基础 佛法的基础 修行的基础 打得更好了 过后呢 你可以参考的书呢 经方面 你就可以注意解神秘经 那么论方面呢 四大称论 就是关于转方面的 怎么样转软成静 转弥成物 转世成智 你就可以学这两方面的经论 如果你主张心事清静的 有一个如来藏心 在自己的心中的 那么你接下来要用功的 如果你基础打好了 这些经论都不容易读了 当你的基础打好过后呢 你接下来要用功 可以用功的 就是作为你自己的专修的 就是什么呢 圣漫经 还有呢 大乘起心论 如果你是学这个 官破的 主张这个心是不染不尽的 那么当然 波尔经 心经 就是你的主修 然后呢 论方面呢 就是中论 中观论 中讲记 中论 然后这几本书 除了解 解身 秘经 语体 四四 眼培法师 写的 和讲的 以外呢 其他的五本 都是应孙导师的 你当你拿到我的讲义的时候 你只要点那个框框 那本书名 你点那个书名呢 他就会link 你去 连接你到那个 相关的网 网路上呢 把那个电子书呢 拿下来看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作为你自己的一个 未来 的一个用功的方面 所以你看 心没有说 谁的 谁的 对谁的 错 是个人的主张 他个人的修法 是不宜 修行方法是一样 这样子讲 修行方法是一样 但是你在操作上的时候 一个是在转 然物心是转成清净心 如果是主张是清净心的 就是把这个成构 把它擦干净吧 清净心 就会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用一个图 这个什么呢 我们来这边讲 这个就是 转 这个什么呢 转 转物心 就是转染成净 所以你看 在学为四的人 你看 他这个前面八四 都在努力在念佛的过程当中 禅修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做种种善行的过程当中 种种的利他行的过程当中 都在努力转 前五四变成城所作制 第六四变成庙观察制 第七莫纳四呢 就变成平等性制 我们今天花很长的时间 在讲这个莫纳四 有没有 你看 在软屋 心还在软屋的层面上的时候 莫纳就会有 我见我爱我 我慢 有种种的不平等的现象会出现 因为我见我爱我慢 在作祟 所以你会很 没办法让你的心 很纯净的行善 但当你有一天 透过你的念佛 禅修 或者是种种利他行 把莫纳 转成平等性制的时候 你看 他就是把这个不平等的心 带着习气的心 最后转成平等性制 你的平等性制 显现的时候 转世成智成功的时候 以后 你带人处事 你去共生 一定自然能够做到纯净 因为你已经过去的那种 我见我慢 含藏在莫纳是里面的 这些不平等的 我见我爱我慢我持 都被你透过你的修行 转成平等性了 所以他说 莫纳是为什么会转成平等性制 就是关键在这一边 前五是 前五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 OK 我现在讲前五是 这个眼耳鼻舌身呢 过去呢 眼睛看了 要么就执着 要么就抗拒 耳朵听了 要么就执着 要么就抗拒 这个是我们在软屋的时候 在凡夫的这个阶位的时候呢 我们的前五是呢 最厉害的 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对不对 然后 当你成功透过你的修行 转成成所坐制的时候 成所坐制是什么呢 看就是看 听就是听 一切就是一切事情的成就而已 成所坐 看就是看 听就是听 吃 长就是长 嗅就是嗅 不再起说 我看得过 我喜欢这个 我看得过 我喜欢那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听 他不会再起 这种种的分别 第六四呢 是最 如果在凡夫境界上的时候呢 第六四是最厉害分别的嘛 常常虚妄分别 了别分别这样子 可是当你成功 透过你的修行 转世成智的时候呢 第六四会转成 妙观察制 一切对 对你看来都只是 妙 妙观察 就是 你不会再随便起这种分别心 以前 我们称它为第六意思 转世成智成功的时候呢 转软成晋成功的时候呢 你只会 不再起分别了 你是妙观察 什么东西 你就是 直到 这个 因缘就是这样子 那个因缘就是这样子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他的前因后果是 你会变成是妙观察 OK 那么阿拉耶士呢 你看阿拉耶士过去呢 在 在还没有转世成智成功的时候 阿拉耶士他就是一个 一个仓库嘛 里面有很多的种子嘛 我们的讲 种子嘛 对不对 这个种子都等着发芽的 因缘剧组发芽 可是你 当你转繁成圣 转世成智 转软成晋 修行成功的时候呢 这一些仓库 它就变成一面大远镜 里面的 所有的种子也好 所有的这些记忆储存也好呢 不会在随便这样子呢 顺着夜音源呢 去发芽还是什么 给你看起来就是什么 那个仓库 你不会再担心它 它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 里面有什么就有什么 这样子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大远镜 所以这几个名称 前五是转成成所坐置 第六一是转成妙观察 本来分别性的变成妙观察 那个不平等的莫娜是 最后变成平等性质 能够让你生起纯净的善心 平等 然后本来是仓库的 从有种种的 那个种子 等着发芽的 后来转世成字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大远镜 只是一面镜子而已 根本不需要害怕它 都是虚妄的 都是一个镜子而已 这个就是它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是主张 心是染污的 对这个概念 你就要深入了解 那么擦亮本心呢 这边呢 我就要讲我们的第九事 因为当这一群人 他主张有一个清净心的时候 主张有一个清净心的时候 那么清净心又本来在心中 这个清净心又本来在心中 那我们刚才从上个礼拜呢 一直讲到现在 我们讲说心有种种的功能 OK 然后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功能 不管是分别啊 了别啊 或者是寒肠维系烦恼 起不平等心 或者是延续生命 或者是储存 这些都是心的功能 这个都是我们前面两次的课里面呢 就这两次的课里面呢 一直提到的 现在这一派人呢 他主张心是清净的 那自然就会有人问说 清净心在哪里 因为心在执行这些功能的时候 没有提到有一个心是专执行 这个什么呢 真如或者是清净 或者是本来觉悟的 这个心 在这一边 我们之前所谈的这些八识里面呢 没有提到一个清净心 所以这一派 正常为心 这一派人呢 他就必须立第九识 所以我这个题目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从一个很单纯的心 然后佛陀一直讲六识 后来论师们在布派的时候 就发现里面六识 还可以再把它的功能细分 成为有所谓的第七摩纳士 第八拉也是 都在讲种种的功能 所以我们从六识 讲到七识 讲到八识 然后正常为心 这一派人主张内心是清净的 所以清净心也要给他一个名字 所以就有了所谓的第九识 第九识只有这一派人需要了 第九识是什么呢 他就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阿摩罗士 第九阿摩罗士 这个第九阿摩罗士呢 有时候你也可以在别的名称里面 听到他叫做无垢士 这个无垢士呢 就是真净心 就是清净心 本诀 或者是真如 或者是如来藏 因为这一派人主张说 我有一个真如 本诀 如来藏心 在我的内心当中 为了这一派人呢 这派人的理论 要给他完善一点呢 所以呢 就立了第九识的说法出来 那当然第九识呢 跟前面的八识 不一样 前面八识还是染污的 执行不同不同的功能 到第九识阿摩罗士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功能 只是一个功能而已 就是什么呢 展现决心 展现真如 展现这个真净心 所以主张 这一派人 这一派人主张 有一个清净心 在自己的心中的人呢 他就一直努力的 在透过种种的修行 在擦亮自己的心 把前面染污的八识 一直擦擦擦擦擦 他念佛也是在擦亮他的心 他禅修也是在擦亮他的心 他去做种种利他的 不失供养 种种的善行呢 他都是希望有一天呢 能够把这个尘埃呢 覆盖着你的清净心的 那个尘埃呢 全部擦到干干净净 让这个清净本觉真如的 第九阿摩罗世 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 卫星这一派的修学方法 所以我们也认识了第九世 然后 星空为明系呢 最著名的一句话呢 就是从金刚经里面拿出来的 过去心 过去心影响你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 未来心会影响你 未来心也不可得 现在心呢 现在心呢 其实很多时候 当我们讲现在心的时候呢 它也是夹杂着 过去跟未来的期待 你的现在心都是杂乱的 所以呢 不管什么心生起 你都是观察它 关注法空性 然后呢 破一切的值 这一派的修法呢 因为你不说心是清净 你也不说心是染污 只要生起的所有项 凡所有项皆是虚妄 你都要关破它 这个是这一派人的修法 但是大家要记得 在这个 说要关破 你不能说 又自欺欺人的 说我就起了烦恼心了 然后呢 就想说 哎呀没关系啦 我修这一派的 所以呢 我的烦恼不是烦恼 我可以继续伤害别人 嘿 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错误的理解 然后你在造不好的业 你要记得 我们破呢 是不破法的 你如果生起不好的心 那造不好的业 那这个 所有照下的这些法呢 是存在的 现在呢 我们这边这一派里面 讲的破呢 关破的什么呢 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执着 要破的是执着 不是否定这些法的存在 所以要记得 如果今天 你真的发现了自己的 这个 染污的夜行 染污的心 产生染污的夜行 你如果修这一派的人呢 如果你的染污夜行 一直 你一直停留 执着在这种过去的 染污夜行里面 一直走不出来 那么你要破的是这个执着 不是说 我做了不好的事 然后呢 就 反正我修这一派的 所以呢 我做了不好的事 等于没有做 因为 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 你不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 理由 造恶业的理由 给自己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错解这一派的 这个什么 修学理论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是修这一派的 看看自己 有什么执着 因为有执着呢 就会有痛苦 只有放下执着 不是否定那个法 放下你的执着 你的痛苦 才会消除 所以呢 关破 关破什么呢 关破你的执着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想说 该说的部分呢 就差不多 可以跟大家说完了 我刚才稍微描一下 有人问说 第九事 无构事 是不是有分事 如果 如果以 因为 因为主张第九事的人 刚才那一派 真心派的 主张第九 有第九事的人 就表示说 第八事 前面的八事 他也是成立的 所以有分事呢 还是 有分这个功能呢 还是会由第八事 在执行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 我们 真 真常微信这一派 既然立了第九事 表示说 他没有否认前面的八事 他只是说 他只是说 在这个八事 更深层里面呢 还有一个清净性 叫第九事 叫无构事 那么 我们这个同学问说 第九事 是不是有分事 我不认为 他是有分事 因为 有分呢 他的功能 就是负责去生 负责去死 然后呢 负责延续生命 可是你要知道 第九事 无构事呢 是清净本觉 然后呢 是 如来葬心 所以他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主张这一派的人 这一派的人的主张呢 谁负责去轮回 当你的清净性 还没有完全被你 插量之前 谁负责去轮回 谁负责延续生命呢 还是有 第八事 还是有所谓的 有分事 所以有分事跟 这边所讲的 第九事 无构事呢 是不一样的 这是刚好 我看到有人 在问这个问题 第九事 是不是就是有分事 不是 好 那么 我用一个图表来讲 就是 这个是佛 你看他头顶 有一个光 然后这个佛 他就跟我们讲 这个什么呢 有 有是说 世间一些存在的事物 存在 或者是显现的 这个是有的意思 比如说我的生命啊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啦 这些都是存在显现 这个就是用有来表示 然后呢 只要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所有东西呢 一定不离开时间 空间 还有呢 流动 比如说 如果说 我 就比如说我 我这个人 我现在在哪里 你看 一定牵扯到空间 我现在在几点钟 比如说 现在在几点啦 四点四十九分啦 我的时间点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讲课 懂 所以 佛用种种的方法 给我们说这个世间的真相 世间的真相 然后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有时空洞 然后 这个 这些内容呢 就很自然的 随着我们 每一个众生的不一样的那种 差别 就分成了两派 一个有派 一个空派 就是主张一切有 或者一切空的 那么这两派人 就刚才就形成了 如果是主张空的 就是主张心性本空的 如果主张一切法有的话 就有所谓的 心性是清净的 或者是心性是染污的 这两派就出现了 因为他认为心是有嘛 那有的话 那么是 本来清净 还是本来染污呢 就形成了两派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 不管你主张心性本空 心性本境 或心性本染 都没有关系 你还是继续的 透过你的 禅修 念佛 去努力累积你的福报 跟你的智慧 然后呢 如果心性本空的话 你的修行方法 最后就是用来 关 关破一切 如果你是心性本软的 你的所有的福报 智慧 就是用来 转世成智 OK 如果你的 你主张心性本境的话 你的所有的福报 智慧 就是用来 插亮你的心 所以最后呢 你就能够 这个有的话 你就会看到 你就有那个智慧 看到不有不无 或者是不生不灭 时间上呢 你就会慢慢领悟 什么叫做不长不断 如果你的福报智慧 在你 悟或者 关破过后 空 空间 你就会领悟到 不易不易 动的部分呢 你就会领悟到 不来不去 听得懂就听懂了 听不懂 慢慢去消化 这些内容 这一边呢 就是属于悟性的 充满悟性的 可是这种悟性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易不易 不来不去 这些悟性呢 你要透过福报 跟智慧去累积的 透过福报 跟智慧去累积 然后呢 要 你的福报智慧呢 随着你自己的主张 对心的主张 要么去插亮它 要么去转化它 要么去观破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谈的课题 好 快速的 take away 无际的烦恼 微细烦恼 发作起来呢 会让人有莫名的 微移不安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这个部分 微细烦恼 去看到它 由于细烦恼 凡夫的善心善行呢 因为有细烦恼 在那边作祟 所以呢 是称为有肉杂乱的 那微细意识 这种微细的 微细的 细意识 或者是细烦恼 你可以透过 深修你的定位 反观自信呢 慢慢去领会出来 心性 不管是软 静或空性 把心看成是 软 静或空 都可以透过 转 擦 或者是 关破 的方法呢 来对待 这个是今天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内涵 然后 有两个问题 给大家做反省 平常 待人处事当中 不妨偶而停下来 不妨偶而停下来 反照 并觉察自己 无意图的 言行举止 就像我们 这个星期里面 给大家做了 一个功课 如果发现 有造成 无意图的过失 你看到 已经造成过失了 对自己 对他人是伤害了 就要开始 警员盛行 避免造成 更大的 自他伤害 所以 这个是 大家可以 透过今天的 这堂课学习的 第二呢 就是 你自己向来 是用什么法门 认识一下自己 一个人 最好有一两个法门 念佛是法门 禅修也是一些法门 你用什么法门 认识一下自己 在用功的过程当中 你是在转世 层次 差量本性 还是破直 不破法 可以认识一下自己 对自己的 修行上的操作 更深入的去了解 好 下个星期 我们会把那些 你们之前提到的 缘起法的问题 我们做个回应 那么心事方面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一样可以 等一下留言 或者是 就是 寄到这个 问卷表单这边 也可以 我们会下个星期 同意跟大家 做一些回复 那如果 这个什么 有什么担心的 记得 用此心祝福 来取代你的担忧 就 就不要一直 停在担忧里面 担忧也解决不了 你问题 不如多做一些 此心祝福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来做回向 那么 这个星期啊 台湾那个 泰鲁阁列车出轨 很多人 有些人死了 有些是受伤 那么 有些是因为家属 亲友在担心 所以我们 借着机会呢 回向 这些受伤 意外受伤的 然后他的家属 亲友呢 还在担心的 希望他们能够 远离恐惧 远离慌乱 远离担忧 早日脱离身心的痛苦 好 我来 我念回向的时候 你们可以观想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章 细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那么 因为这一场意外啊 这个泰鲁阁列车出轨的意外呢 也有不少人的不幸 就在这意外当中 丧失了生命 那么 我们也借着机会 回向他们能够 往生到好的地方 如果是学佛的 当然能够 能够生佛国净土 是最好 不管它是什么宗教 我们都希望他们 能够去到好的地方 愿生佛国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 见佛 不无声 不退 菩萨为伴侣 最后 我们就 回向自己 回向一切的众生 以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赞恩 有失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度有情 在这里呢 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 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吉祥如意 发喜 充满 然后把麦克风呢 交给我们的诗仪 好的 谢谢法师 非常帮的分享 那感恩法师 深入前处的 为我们解说 新的功能 你作用 那让我们呢 对这个霸市呢 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好了 接下来 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 应用你的五分钟时间 放松心情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优美音乐 尽心阅读 应顺导师 智慧履入 下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以法相会在线上 祝大家听法欢喜 不会圆满 感谢观看